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您的主持人梁骏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出境旅游的最新情况 由于签证难办和成本上升 中国的出境旅游复苏速度缓慢 许多旅客选择了本地和短途旅行 这对全球的旅游相关企业造成了影响 尽管如此 国内旅游却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加坡的油污事故 新加坡的燃料供应船Marina Honor 被一艘跪泥船Box Max 导致油污泄漏污染了南部海滩 目前又超过250名工员参与清理工作 设置了1.5公里的蓝油栏和1.6公里的离石屏障 以防止油污进一步扩散 虽然部分海滩已经关闭进行清理 但盛陶沙海滩仍然对公众开放 最后我们来看看香港高铁的新动态 香港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高铁卧铺服务已经开通 这两条新路线分别需要12.5小时和11小时 每周运行4天 主要针对需要充足休息的商务旅客 以及希望节省住宿费的休闲游客 这项新服务将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北京和上海 尽管中国已经在18个月前放宽了严格的离金关政策 并重新开放了边境 但中国出境旅游的复苏步伐仍然缓慢 由于成本上涨和勤奘获取困难 中国游客更倾向于选择国内和短途目的地旅行 这一趋势影响了全球的旅游相关企业 酒店和零售商 作为全球国际旅游和航空消费的最大群体 中国游客的出境旅游恢复速度远低于市场预期 与此同时国内旅游市场却迎来了激增 显示了中国旅行模式的变化 美联社报道 吉隆坡 马来西亚 新加坡当局周一表示 一艘湾尼船报告称 忽然失去发动机和转向控制 导致其撞上了一艘停泊的货游船 造成了石油泄漏 污染了城市南部部分海岸 荷兰籍湾尼船Fox Max撞上了新加坡原料工艺船Marine Honor 导致Marine Honor的一处货舱破裂 低流油泄漏入海 尽管泄漏已被控制 但潮汐将处理过的石油带到了更远的海岸线 包括热门度假岛 盛陶沙 新加坡海市和港口管理局与国家环境局 与国家公园管理局 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盛陶沙发展公司联合声明称 Fox Max的船长和船长正在协助调查 目前超过250名工人参与清理工作 已经设置了近1.5公里 0.9英里的围游栏 并将在未来几天内再设置一 6公里1英里的临时屏障 以防止石油进步扩散到海岸 国家公园管理局还部署了西游栏 以保护尚未受影响的红瘦林 抢到红瘦林 志愿者们被分配到公园巡逻 捡测油污的早期迹象 南华早报报道道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服务公司之一 Mansi Saviation计划在香港扩展业务后 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大陆的足迹 Mansi Saviation首席执行官菲利普乔伊尼格表示 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计划通过客户需求 来实现其在中国的三倍扩展 并将在中国大陆的另一城市 以及该地区的另一个国家开始机场运营 今年1月 代公司与中国国家航空公司CNC合资 收购了香港第二大地面服务运营商 Jardine Aviation Services Group的50%股份 这一合资企业现称为Mansi CNC Aviation Services 合资企业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包括乘客服务 停机坪操作 行李和货物处理 飞行控制 装载计划和机组人员护理等服务 乔伊尼格表示 随着航空旅行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公司在全球265个地点运营 覆盖60多个市场 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公司计划在亚洲其他地区扩展硬 并预计今年和明年将分别实现20%以上的业务增长 乔伊尼格还表示 公司将重点放在员工培训上 提供有吸引力的薪酬和职业发展机会 以吸引年轻人加入航空行业 南华早报报道指出 中国经济在五月份表现参差不齐 房地产投资进一步萎缩 而消费支出同比越有增加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 尽管中国领导人承诺在疫情后的漫长复苏过程中 实现2024年约5%的增长目标 但实际情况仍充满挑战 数据显示2024年前五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 而房地产投资则同比下降10.1% 新房销售面积和总销售额分别下降了20% 3%和27.9% 然而 零售销售额在五一假期期间显著增长 旅游收入达到1668 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7% 中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5.6% 城市失业率维持在5% 西安南报道了中国年轻人中流行的马面裙 这种古老的裙子设计 在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城市重新流行起来 年轻人通过现代化的搭配和面料选择 将这种传统服饰赋予了新的生命 随着新中式风潮的兴起 这种趋势不仅仅局限于服装 还扩展到家具等多个方面 社交媒体上护长 使用他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话题搜索量超过一亿次 市场规模在2023年达到10亿元人民币 设计师黄伟哲和杨宗敏等人 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新中式穿搭方式 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关注 尽管有些产品质量差强人意 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表达方式 仍在不断增加 西安南报道了香港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 新高铁卧铺列车服务 这项服务于6月15日开通 使得从香港到这两个城市的旅行更加便捷 新列车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 分别在早晨到达北京和上海 行程时间分别为12.5小时和11小时 尽管新卧铺列车比现有的日间列车稍慢 但它为需要在标准半括时间前到达的商务旅客 和不想浪费整天在火车上的休闲游客 提供了一项选择 每列电动多单元列车一眼拥有16节车厢 包括13节卧铺车厢 二节二等座车厢和一节餐车 票价根据车厢类型从937港元到2128港元不等 乘客可以通过铁路官方售票网站 或其他平台预定车票 虽然香港高铁项目自2018年开通以来一直存在争议 但其提供了便捷旅行方式 吸引了大量乘客 感谢您的访问 香港的新闻 传染病专家 袁国勇在即将出版的自传中 讲述了他如何从儿时对动物和天文学的迷恋 逐步成为顶尖微生物学家的历程 这本名为我的医学人生香港之旅的英文书籍 讲于7月中旬出版 涵盖了袁国勇从同年到担任政府顾问期间的经历 包括2003年的S2S疫情和2020-2023年的新冠疫情 袁国勇表示 写这本书是一种怀旧的疗法 帮助他在退休前记录下所有细节 书中还讲述了他家人的故事和他的基督教信仰 袁国勇从小梦想成为宇航员 但因现实限制转向了医学 受到祖父的启发 最终成为一名医生 观察宠物的生活周期和天文学俱乐部的经历 也为他后来成为一名医学研究者奠定了基础 尽管面临批评和死亡威胁 他表示会继续为公共卫生发生 并计划在香港度过余生 《南华早报》介绍了一种名为拉宝宝的传统中国习俗 这一习俗已有300年历史 起源于清朝康熙年间 盛行于四川广汉 每年农历正月时又 当地人会去公园寻找陌生人 作为孩子的干爹 认为这样可以带来健康和好运 自1985年起 这节日成为一年一度的文化活动 吸引了许多希望找到或成为干爹的人 节日期间 寻找干爹的孩子通常不超过十岁 成人则打扮得体 希望增加被选中的机会 中年男性尤其受欢迎 他们被认为更有福气 节日上没人会将孩子的猪仔帽 戴在合适的干爹头上 并介绍给孩子的父母 双方同意后干爹会抱起孩子 象征干爹关系的建立 随后他们会去算命先生那里匹配生辰八字 正是缺义关系 南华早报报道 葡萄牙驻香港总理事爱德华多布拉佐希望 布拉组织让香港的葡萄牙人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自己的文化 但这一努力最终未能成功 布拉佐在1946年抵达香港 面对一个拥有超过5000人的葡萄牙社区 他试图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增强社区的认同感 他撰写的《葡萄牙与英国在中国》一书 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然而大多数当地葡萄牙人对这些文化活动反应冷淡 生活压力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些 布拉佐在1951年离开香港成为爱尔兰大使 他对在香港的五年生活评价不高 称其为在糟糕气候中的五年奋斗 尽管如此 他的努力还是有一些持久的成果 例如1954年成立的艾斯科拉卡能斯学校 虽然最终学生中大多数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而不是葡萄牙人 布拉佐于1987年在葡萄牙卡斯凯什去世 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 后来成为许多他曾经熟识的香港葡萄牙社区人物的退休居所 拿华早报中国排球传奇郎婷表示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场的前景需要现实看待 她担心球队缺乏稳定性可能会在高水平比赛中付出代价 在过去六天的香港国家联赛中 中国队不仅获得了奥运会资格还闯入了联赛赛季决赛 其中逆转击败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土耳其队 令人瞩目 然而之前在澳门的糟糕表现几乎让中国队首次无援奥运排球席位 主教练蔡冰面临下课呼声 郎婷在香港赛事期间表示 她对球队在法国的表现持己任态度 现在很难拿到奖来 她说波兰 土耳其 意大利都很强 美国和巴西也很稳定 郎婷指出 球队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星主公朱婷 她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队的议员 朱婷因腰部受伤错过了对土耳其的比赛 但蔡冰在澳门的大部分比赛中也未让她上场 郎婷不解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教练不给她更多时间与球队磨合 她经验丰富 非常稳定 虽然因为伤病得风不如以前 但她可能是场上最稳定的球员 朱婷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手腕受伤 直到今年5月才重返国家队 却一直在意大利的俱乐部相遇 蔡冰应排除朱婷受到广泛批评 尽管中国队在香港的表现有所改善 但一些球迷将功劳归于其他角落 一位微博评论写道 我们从未质疑中国女排 至于的是蔡冰 她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另一些人则更为乐观 蔡冰在三年的工作后终于找到了杰作 一条热门评论写道 中国队员们表示 他们仍在为蔡冰而战 并将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上全力以赴 对问及是否瞄准金牌时 黄孟杰说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主公李莹莹则表示 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 蔡知道压力很大 但她非常敬业 我们听从她的指示 我不认为任何球队能一帆风顺 遇到暂时的困难是正常的 但我们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失败 现在我们需要继续前进 谢谢您的收看 社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员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brief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ords and fears Life in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